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宇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蜡烛香港 聚焦中国 放行世界全部事 BBC 报道过去六个月 中国经济一连串的坏消息 包括GDP增速放缓 青年人失业率创新高 以及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 同时美国拜登总统 也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定时炸弹 并且预言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 将会与日俱增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反击地说 中国经济银声强 潜力大 活力足 今集我们讲BBC说 中国经济是计时炸弹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邱国军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香港城市大学NBA课程协理主任 陈凤翔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凤翔 资深传媒人黄善荣先生 大家好我是黄善荣 邱国说你觉得今次这个 计时炸弹论又站不站得住脚呢? 预言会否认嫌? 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 计时炸弹的情况呢 其实就和这个中国崩溃论 是大致相同的 而且这些言论在西方世界 已经流传了二十多年了 最早提出这个中国即将崩溃 由一个美籍华人 这个2001年这个人叫做张家敦 发表的一本书 讲的 这个人的背景是律师来的 后来就转了做作家 他曾经就说到 当年他的预言就说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爪向衰退 并开始崩溃 时间会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之前 而不是之后 说到好像铁口直断一段会发生 结果最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都是彻底打念了这位老兄 在2013年 这个张家敦 在十几年之后 又接受了福斯财经网的访问 又预言 他说半年之后 中国将会崩溃 这个作家 其实就是 你说他政治立场也好 或者他的见识有限也好 他在2013年3月7号 被英国金融事务 在一篇文中之中 就稍稍改变了一些论调 就说中国处于一个新的超级周期 而这次则是下行周期 换言之 中国政府不能够再顺风而下 展望未来 他们将必须在疫情中取得成功 今次他不敢说爆破 不敢说崩溃 所以这个作家 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元族者 在这几年间 他的言论都是摆来摆去的 2014年3月16日 他又接受了福布斯的网站 在那里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衰退 无法负担 持续增长的军费 而导致北京的领导人 所谓会挺而走险 发动侵略战争 所以他的言论很奇怪 在这个所谓西方的舆论的环境 或者是所谓的华人社会 就成为一些意见的主流 令人非常奇怪 在2015年5月25日 张家敦亦是一个叫做《野兽日报》 发表一篇文章 宣称南海可能成为下一个 爆发严重武中冲突的战区 他在美国空军协会 举行的一次研导会之上 由说到中国现在在南海的 态度是毫无退缩之意 恐怕离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 不会太远 在2016年再次预言 中国将会在2016至2017年倒台 而且他的言论 其实我们这十几二十年间 都知道他是有五六次所谓的预言 我们广东人说一句说话 风水路挨人十年八年 这位人兄 其实不是挨人十年八年 是十几二十年 已经挨人五六次之多 所以其实对他的言论 其实不论是西方世界 不论是美国的忠实的盟友 日本有个议员 都是毫无客气地指出 这些所谓中国崩溃论 其实是很荒原来的 日本的参议员 就是田川庚庚太郎 在出版的一个著作叫作《转向亚洲》 他里面都提到 在日本到处存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 但是他举家移民来新加坡之后 就沒有遇到一些說話來的 他都說得很坦白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 20年之後中國經濟會順利地成長 而不是崩崩 所以他都說了大實話 2006年9月 德國的前總理斯萊德 在漢堡峰會中都曾經提過 我們所有學過有關共產主義體制的知識 都是一文不值 中國現在東正是一批工作效力極高的政治精英 中國的領導人在過去25年所擁有眾多問題 在這個大國之中可以保持穩定 中國的領導人在過去25年 使到一個這麼多問題的國家 高速地保持穩定和發展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所以歐洲人必須表示敬佩 這個總理都說得很清楚 在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副會長 包道格 亦都在一個專訪之中提到 西方主流學者和智庫 持續誤判中國 已經成為西方學者反思內容之一 中國崩崩論已經成為少鳥 所以由此可見 其實西方的國家所謂學者或者所謂智農 他們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之中 他們其實是很多誤區的 最後導致的結果誤判的 我曾經在台灣出席一個政論節目 曾經坐在旁邊一個台灣很出名的 親戶的政論家都曾經鐵口直斷 2019年 他說那年十一月之前 十二月之前 北京將會出大事 我當時都已經回應了他 根本上這是你自己的想像意 而且對你一個在大陸生活過 在新加坡生活過的學者 或者商人來說 你說了這些說話 我覺得是有點過了火味 鵬教授 你覺得我們中國經濟 現在面臨著什麼挑戰? 唱衰中國的經濟 其實真的很多年了 但是很多人 有一個這樣的論調 其實他就不太明白中國的實情 而且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中國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一窮二白 這個算不算是經濟崩潰? 如果經濟崩潰了 那個國家是不是會倒? 這個就會看得到 其實經濟政治是一體的 而中國真的會出現亂和崩潰呢 根據這麼多年的歷史來講 當然經濟有少許問題 但更重要就是 究竟那個政治是不是穩定? 如果本身那個政治的管理層是穩定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出現這個亂的象 如果面對經濟的問題 是有很多方法 是要能夠可以把它擺平 或者慢慢把它改善 其實你看一下 我們這個新中國這幾十年來 慢慢的發展 你看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中國基本上 能夠可以基本上 管理整個國家比較穩定 當然中間有很多政治鬥爭之類的事情 但是當你一踏上這個政治穩定的時候 經濟的問題是自然會解決的 好了 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又看看 究竟中國現在的情況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呢 其實如果你有少少的經濟認識的話 你就明白 所有的經濟發展 其實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慢慢的上 然後去到這麼上下的時候 它一定要回下來 然後才有那個動力 可以再上去 這個世界不會永遠 一直這樣上去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一定會有變化 所以同樣你看回我們中國那個 由1989年後來的改革開放以來 就是呢 最初的成長率的平均呢 年增長是去到大約百分之九 甚至十 甚至最初的時候是雙位數字的 但是到2023年的時候 數字呢 估計是去到4.5%左右 那你想一下 比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其實呢 當你一直慢慢成長的時候 去到某一個階段的話 你那個成長的速度 一定會減慢的 為什麼呢 你本身那個經濟體系 也都越來越大了 但是問題呢 就是呢 那個增長率呢 亦都比較慢的了 這是很正常的 那尤其你看到 過去幾十年呢 我們中國那個奇跡呢 他都會這樣上去的嘛 好了 但是我們不可以 永遠保持的 所以到穩定的時候 慢慢做慢的 甚至到那麼上的時候 還會慢慢停下來 這是很正常發展的 好了 那我們明白了 這個轉變的必然性的話呢 你就看到了 經濟循環的概念呢 其實是非常之普遍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國很明白呢 就是呢 永遠都是居安私危 還有呢 積穀防機 你看到好像最近這個恆大 這個之前我們節目都說過 基本上是因為他們 基本上 當以為呢 啊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 啊以前成功了 一直這樣上去 不會的 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一定會停下來的 還有呢 將它呢 回了 然後才有機會再上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中國面對的問題呢 是必然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 當全球的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中國的經濟 基本上是封閉了 而在這個的 面對人口的變化 也都出現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不要忘記 在這個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全球的經濟都受影響的 但是我們中國過去這幾十年 他們真正的增長從哪裡來呢 主要都是由出口的嘛 所以我們能夠出口 可以做很多的加工之類的東西 他們基本上 因為全球的需求大而 我們變成了世界工廠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經濟 能夠發展上去呢 好了 但是如果全世界那些 基本上呢 比較有錢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都受到影響的時候 他們沒有錢賣 如果需求也低的話 那你想想 我們作為這個世界工廠的時候 相對呢 我們的經濟當然不會好 是吧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經濟怎麼會不下呢 所以這個不僅是中國的問題 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好了 當如果大家全世界經濟慢慢起回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到 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工廠的地位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就會再起回 所以這個是什麼 其實就是整個世界的經濟循環的問題 你看到現在很多國家都穿這個問題 但是更重要 有些人說 那現在你變成了 中國很多的經濟 有三分之一 是去了這個房地產 對不對 沒錯 房地產的時候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老實說 你想一想到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身體裡面呢 和我們自己本身所負責有的 究竟是什麼資產 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是醫食住行 好了 我們的生存就是這樣 所以先滿足我們吃的 還有先滿足我們的醫 醫食都滿足了 喂 醫和食需要多少錢呢 但是真正最多錢放進去的 就是這個住房那裡 所以這個需求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了 很多的資產 很多的錢放進住房是正常的 好了 行當然了 相對這個住屋就會小很多的 好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很多的資產 我們都是屬於這個房地產的 也都是這樣的原因 你看到過去這幾十年裡面 我們工過房地產一路一路一路上 但是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它跟我們的購買力已經脫節的時候 你就不行了 所以變成它回回來是必然的 這個為什麼你都看得明白 為什麼中央這麼著重的 因為房子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但是這個趨勢的 完全是根據經濟和市場需求所決定的 所以變成了來講 到了現在的階段 就是因為建房子太容易賺錢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房地產的發展 所以就是拼命起 於是怎樣呢 很簡單的經濟理論 就是供過於求的時候 你就必然會跌的 價錢 所以現在根本面對 是一個什麼 就是根本上有些地方是過度發展 所以現在在調整的時候 好了 關鍵是什麼呢 在調整裡面 我們不會影響到民生的衣食住行 就OK了 如果他們大多不文不聊生 飯都沒得吃 整個國家崩潰了 這樣又不同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 根本跟這個情況是完全兩回事的 所以現在基本上我們面對的 所謂這個暫時的低迷 應該是什麼 就是一個經濟蓬勃發展之後 去到頂點的時候 現在是剛剛回下來的時候 好了 然後怎樣累到哪個點 才能夠積聚呢 那個能量再上呢 這個就是下一波了 所以所有這個世界的增長 不是直線的 是一波一波這樣上的 中國急速發展的經濟 這個第一波完了 現在應該是慢慢的 然後再第二波 就開始凝聚那個能量 現在應該是剛剛是調整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當在這個西方的國家 看我們中國 一向都是想我們中國不好 一向都是想我們中國崩潰的 那所以呢 他們說我們這個 是一個計時炸彈呢 那這個很正常 我都希望你快點死吧 炸炸死也算了 但是問題就是 實際的情況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就是明白 中國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剛剛透過一輪氣的時候 跑完之後 透過一輪氣之後 好了 又跟著呢 弄好之後 又再上去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 是另一個新的發展的 其中一個轉捏點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調整的時期 本身 今次BBC所說的 就是中國的GDP的增速 就放緩了 但是說到GDP增速 其實中國是高於美國都幾多的 外媒是怎樣去報導這個數據呢 好了今天中國經濟很多問題來講 我想在媒體上的報導 就最清晰 最明顯 亦都最多的 那麼中國經濟 當然不會完全一帆封信 有大的 有小的 有中的 有長的 剛剛彭格秀所說的 所以究竟中國是屬於什麼處境呢 我想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最近有一篇文章 在八月底 九月初的時候 有一位叫做羅斯爾先生 John Rose 他是什麼人呢 是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處處長 亦都是這個人民大學 從洋金融研究院的高級研究院 他裡面的文章來講 最後一部分 他是這麼說的 過去四年疫情 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年率來說 中國是4.5% 美國呢 只有1.8% 但是中國就被描述為陷入嚴重危機 美國1.8%就反過來 被說成強勁經濟增長 他說這些完全脫離事實 充斥著謊言的資料 報導 在這個金融時報點了名 經濟學人 華爾街日報 西方報導 竟然清楚地被人點了名 他所說的故事來我呢 分析了中國經濟 他說中國在疫情之後的四年 現在天天在打中國經濟不好來我呢 他做了一個分析的 他將幾個主要的國家大國來我呢 有美國 加拿大都分析出來的 那中國就是屬於四年裡面 那個GDP增長來我呢 是很驚人去到19.2% 接近20% 排第二的美國都好 好戰爭之下美國首位的 7.6% 即是說呢 是中國的一半都沒有 再下去加拿大 4.4% 已經是第三位 如果數後面來我呢 英國 德國 日本 法國 都是0.5% 這個叫做四年GDP 得出來的數字 另一個圖畫就顯示了 究竟平均四年之間 年增長得多少 紅色條線 完全拋離了 剛剛所說的 美國 加拿大 中國平均每年是4.5%增長 而排第二的美國只有1.8%增長 究竟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西方媒體被點名的金融時報 經濟學日 華爾街日報 為什麼要這樣說話呢 很明顯 就是希望動搖中國的信心 動搖中國民眾的信心 而這樣的儀量來說呢 我們可以留意到 在這個二戰一戰的時候 當時這個希特拉 都是靠說謊言 而去攻擊人類 攻擊對方 而美國今天用這個方法來講 由美國總統開始 指中國有這個經濟計時炸彈 講這一潮 接著媒體就全力去配合 那我也經常留意到的 就是2021年拜登上台 簽署了這個戰爭競爭法案 要競爭嘛 他要做什麼呢 強調 就給媒體 每年3億 一直給5年 那媒體收拾要做什麼呢 沒理由收了你的錢 會說你的壞話 也導致到另外 這些媒體 可以不停的去針對有些事 那西方媒體有個厲害的 他不是完全作假話 不過善於利用呢 斷章取義 在統計學上來講呢 簡單的數字 其他不講都可以的 那中國經濟 正如彭教授所說 我沒有可能全面都好的嘛 如果中國希望 社會長遠是好的話 房是應該拿來住 不是拿來炒的 中國要處理 那房價會影響到這個發展 所以都看到中國推出這個 認訪不認態 代表了什麼意思呢 房價長期向上不好 所以要管 但是管的時候出現一個震盪 於是又可以有政策調整 中國就是勝在可以試 可以調整 而對整體大經濟來說 更加是好事的 不過西方媒體 就是選擇勝地 報導 這些就叫做 以偏概存 斷章取義 目的之一 就是動搖信心 那美國媒體都強的 它不少媒體來說 有超過十種語言的 世界上主要的語言 它用了 中文都會有 所以變成很多 現在網上的媒體來說 很簡單 我不需要抄 不需要做翻譯 只要copy and paste 就變成我們眼中 我們眼球上 所見得到的 中國經濟會崩潰了 一個傳一個傳到我們的世界 但實際上 只不過是斷章取義 以偏概存 就是這位羅斯尔先生所說的 完全脫離事實的謊言 充斥於我們的眼中 曾經說的中國崩潰論 就有少少被動的意味 而今次說的定時炸彈 給我感覺有些主動的意味 其實兩者還有什麽分別? 今次說我們國家是經濟定時炸彈 我覺得頗有趣 為什麽呢? 如果大家有回憶 美國有很多猶太人 就在背後操縱他們的政壇 那猶太人有一個哲學 就是如果你是有錢的話 只要你這一生不要做錯事 事情沒有什麽大變化 你就會贏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套哲學 如果你這一生沒有錢的話 你就要做一些別人不做的事 你要突破 你才會有出路 那他這兩番說話 其實正正就是應用在他現在 維持著他霸權 即是美國霸權的那套思維上面 只要所有國家維持原狀 我美國都贏 在美國的角度 什麽叫維持原狀 中國你繼續都是一窮二白 中國你繼續都是世界工廠 中國你繼續都是窮人口佔多 中國你繼續都是失敗 那他就贏了 所以當中國崛起有突破 做一些他 你有什麽理由做到這些事 的事的時候 他危機感就出現了 他覺得不行 有什麽理由你會突破 你突破 那就是我可能會輸 錢就是這麽多了 你頂咚可二人 但是資源有限 當你突破的時候 你就會跟他搶資源 其實如果你看看西方的話 剛才Wilson也有提到 就是這個希特拉 希特拉當時 其實他用了一個 叫諾查丹馬斯的人 去宣傳 諾查丹馬斯是 當時四百年前 是一個法國的 一個預言家 他用他的詩篇 宣傳說 這個盟軍就會輸 那當然了 有人相信 但是反過來 不要以為西方不會用這些招數 同樣都用這些招數 1943年當時 剛剛說D-Day之前 就是登陸諾曼帝之前 他就推了一條詩 就在意大利對開海面 就浮河浮河 是英軍的潛艇擺出去的 這條詩上面 就揹著一封信 封信就說 我們將會在西西里登陸 然後攻去 希特拉是信的 希特拉信這條詩上面的封信 結果就將希特拉大部分軍隊 都調開了 令到盟軍成功 可以在諾曼帝登陸 那這件事是誰想出來的呢 大家如果看電視 或者喜歡看小說的 都知道誰是 詹斯邦 就是詹斯邦的作者 就是他想出來的這條詩 就促使盟軍是很順利地 用一封假死人的信 那個死人是一個死了的軍官 不過封信是假的 封信是再裝上去 然後等德軍收條詩回去 法國有封信 我們撿到寶 我們找到密咸 那一隻 當時是很成功的 其實西方是很習慣 用這一套伎倆去做事 即是 他是會放消息出來 令你亂 令你死 或者令你誤會 那其實你看一下 今天 其實美國都是在做一模一樣的事 你看一下 如果你把雀眼怎麼擺在中國 這個定時炸彈上 他們眼中的定時炸彈 倒不如反過來 就看看我們對家 他最想我們拆火的兩個 就是韓國和日本 其實 在韓國呢 現在說的就是 你看看中國經濟多差 你的經濟跟著他死 你看看你現在多差的經濟 就是因為中國拖累你 這個肯定是計時炸彈 你想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國家受到制裁 我們於是在半導體上面 的確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銷售下跌的情況下 我們跟南韓買的 他當然就首當其衝 想清楚一點 是美國 類韓國出事的 但是他的宣傳伎倆 就是你看看你 拍著中國 你現在沒有飯了 就要你快點吃多點海鮮 你想像一下 那個做法 是首先令到韓國人人自危 然後他告訴你 你很危險 不用問 當然是旁邊那個 想像是 這次你就把矛頭指向中國 然後他說 我現在來救你 同一道理 日本其實說真的 你回到核廢水 你擺出來 後果就是 全個亞洲都不老禮 全個亞洲都不老禮的時候 其實後果就是 日本經濟都不會好得去哪 當你的經濟不好的時候 他又告訴你 那還是要去那個中國 那個中國很壞 現在他不跟你買東西 日本的海鮮 以前很多是來我們香港 和去中國內地 我們不買 他是首當其衝 那又是 你看看中國 中國害死你 他那個時炸彈 現在炸到你了 那他又覺得好像是 你想想 招數是一模一樣 都是 首先把一個恐懼加在你身上 然後告訴你 我是救世主 我拜登就是救世主 我們救你一把 接著就會跟你說 美、日、韓、同盟 即是跟你說 你跟我合作 你跟我買軍給 搞定 砌砌旁邊的中國 這樣就行了 所以 中國這個計時炸彈 必須要 因為他的包裝 就是他是拆彈專家 他說我是拜登拆彈專家 我現在就賣拆彈的東西給你 你不懂拆彈 我懂 你看你多慘 我來幫你拆彈 所以 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 他們的確是用這一類的陰招 去處理這個關係 他根本不是跟你 真的在生意上去講道理 生意上說 我做得好些 所以我買多些 你做得好些 你會買得多過我 他不是說這些 他是用抹黑的手法 由以前到現在都是 其實從來以來 這個世界都是如我渣的 問題就是 他怎樣包裝他的正義 他包裝得好的時候 你就以為他沒有這些壞事 但是對他包裝得不好的時候 或者他穿崩的時候 你就一次就揭穿所有的底牌 原來美國都是這樣 順便再提提大家 我在9月17號 就會搞一個講座 就是講一些美國的政客 怎樣透過他們的政治 去撈油水 買什麼股票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打這個電話 2512-0929 找李小姐定位 勇哥 今次BBC所提出的 一系列所謂的壞消息 我們應該怎樣去拆解 西方看中國的發展 其實是存在著 這個邏輯上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講中國崩潰論 另一方面又說中國威脅論 所以這兩者並存 其實是非常奇怪的 我們從西方最近看中國大陸的一系列的經濟發展 所提出的論據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西方其實很多東西是自己作出來的 例如第一他講中國 所謂定時炸彈 第一個就講出口不好 但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出口不好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因為國際經濟環球經濟不太好 所以很多主要的貿易夥伴 尤其是歐美經濟衰退 所以對商品的需求自然就會下降 但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和全世界140多個國家 和中國都是第一位的貿易大國 是第一位的 你怎樣差呢 都是事實來的 中國是從140多個國家 是保持貿易領先的地位 這個首先 第二個就說 中國這個年輕人 這個西方都很高 但都沒有忘記 中國現在的經濟在轉型之中 其實都是很多活力在那裡動動著 那麼很多年輕人 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自己的一些創意 其實是在這個現代的科技之中 他其實是找到自己的出路來的 我亦都沒有忘記 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是和香港一樣 很多是表面上好像沒有就業 但其實他有很多創意 做很多小生意 或者是他不是定時定刻去上一份工 所以我們所謂香港都有這些情況 很多都是非當時的 喜歡做這件做那件做那件 但他都可以維修自己生活 甚至有些聰明的小朋友 或者有機會剛剛遇到的話 甚至都會成為百萬富翁 甚至千萬富翁 都有這樣的可能 第三就是講講這個房地產的問題 房地產問題 沒錯 剛才阿帕加薩都說了 房地產佔中國經濟的三分之一 但我們不要忘記 全世界這個房地產行業 在全世界來說 整個發展史來說 如果沒有經過三起三跌 或者是很多吉據的情況 都不會走向正常發展的道路 日本也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 最近美國2008年那次所謂的房貸危機 兩間房地美都發生了貸款的危機 都可以看得出 但是中國現在遇到 所謂一兩間比較大型的房地產公司 出現了貸款 或者是還貸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現在中國都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 它的做法是慢慢慢慢地把泡沫撇掉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相對金融的體系 如果不相對金融體系 其實中國的房地產行業 經過一輪的調整之後 我想都會慢慢慢慢地走向比較正常的道路 綜合來說 西方國家看中國會崩潰 或者是中國所謂經濟的定時炸彈 這幾方面我們從剛才的論述之中 都可以提出 其實都是很出爐的 都可以找到這個解決的方法 勇哥剛剛演繹的那個 就是現在媒體上的焦點 在討論中國的出口 講的年輕人 甚至說房屋 但是出口中國的經濟增長 出口的增長 已經去到一個相對的天文數字 所以放慢速度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世界上 現在中國的出口是驚人的 媒體只是討論減少的部分 忘記了大數字 年輕人的中國現在的大學畢業生 一年是講過千萬 十年是打百萬 這麼多年輕人 還在讀書的時候 當然沒什麼做 我想用一個簡單的比喻 就是媒體所講的 我有一天在家裡 太太不在 沒飯吃 煮不到飯 於是就在演繹著 很慘沒飯吃 但不要忘記 原來今天 中國 即是我自己 隨時出街吃飯都可以 出街吃飯不討論 就是討論有一晚 太太沒煮飯 這就是中國問題 彭先生 你覺得這一輪的 所謂中國計時炸彈論 宣傳的目的是什麼 剛才大家講的 那麼多 西方的輿論 針對中國 計時炸彈 其實你看到 這麼多的宣傳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是想告訴大家 讓外國的一些投資者 就是要遠離中國 即是說不想中國 繼續有這麼多的資金 可以去發展 那這個其實是 可以說是從一個陰謀論去看的 因為很多時候投資 都是講一個 信心的問題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看一下 明白這個商界裡面 其實不是個個做生意的人 都這麼清楚 國際形勢的 他可能只是 僱著自己的行業 做這些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聽回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感覺 即是投資多少 應該不應該投資 很多時候的感覺 和那個決心 所以變成這些作用 是影響他們投資的信心 你看到一樣 我們的中央也經常都說 我們現在是一個開放的市場 歡迎全世界來投資 你看到一樣 這個是一樣 在中美博弈裡面 其中的一個結果 但是雖然話雖如此 但是我們看回 現在中國確實 入了一個經濟的低潮 其中一樣 有幾樣東西 很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低潮裡面 我們要明白 究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好像 之前我們提到 關於騰帶這些 甚至碧桂園這些 為什麼能夠可以 去到這麼多萬億的借貸呢 你就看到了 其實在中國裡面 確實出現很多 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尤其在這麼大的借貸情況裡面 中間我相信一定有 一些貪腐的元素在裡面 即是說 就算我們這十幾二十年的 反貪這樣的工作 其實是不能停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貪腐的情況出現 基本上是非常難完全跟絕的 趁這些機會低潮的時候 去檢討這些是需要的 所以所有的當你低迷 遇到疫境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檢討的時候 也都是一樣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大約二十年前 我聽這個國家的發展改革委員會 發改會他們說過 為什麼中國一定要不斷增加 成長的速度呢 為什麼要保持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每一年真的很多的畢業生畢業的 他說當時的估計 你看看二十年前 他說我們每一個percent的一個 經濟增長呢 就能夠可以創造到 大約一百萬的就業 那就是說呢 你要算一下 現在我們基本上 就是每一年大約一千萬的畢業生 那如果你出來的時候 你想想 如果我們的增長一萬了的時候 那他們變成發展的機會 就少了呢 所以為什麼中國這麼強調那個 經濟增長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問題的 因為另外經濟增長不可以永遠去的 那麼這些每年的畢業生 我們怎樣做呢 那你也都看到了 根據這些數字 也都是一些我們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呢 這個七月份的公佈 就是十六歲至二十歲年輕人之中 是有大約二十一個percent 是人口失業的 那當然這個也是因為那個增長慢了 但是這個面對的情況 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 但是呢 這些情況就是所有經濟發展 所有國家的發展都必然要面對的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我們現在 中國那個策略一定要開放 我們要強調一帶一路的發展呢 那關鍵就是這裡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們國內本身的經濟 受到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是有內循環呢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 我們怎樣能夠繼續發展呢 所以一帶一路 將我們的人材 我們資金 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資源 能夠幫助其他國家 能夠發展出來 於是同時呢 就可以帶動那些年輕人 可以繼續出去發展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來的 那麼 那麼上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本身的年輕人 他們是否能夠可以抓到這個機會呢 願不願意走到全世界各國的地方 是能夠發展自己 這個就是關鍵 所以你整天都 都只想在自己的家裡 附近那裡生存 這個概念應該是打破的 應該是什麼呢 盡量可以放眼世界 心胸懷祖國 要這樣做法的 但是同時 現在面對我這個經濟的情況 你看到過去幾十年 其中一個的變化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中央經常在這裡 就是因為需要 將這個經濟的能力 可以控制得比較實的 所以你看到 國進就民退 就出現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呢 其實我相信現在 因為要控制和要穩陣的時候 其實在民間 很多的民企 他們是受到很多過分的一些監管 和變成了他們的靈活性減低 如果能夠可以面對這個 現在這樣的所謂經濟低迷的時候 可以大家反思了 我們怎樣才能夠 可以將這個民間的經濟力量 能夠激發呢 就是最關鍵了 怎樣可以將他們一些的鬆綁出來 能夠發展這件事 讓他們能夠可以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呢 這個應該是現在檢討的時候 所以任何的經濟低迷的時候 也都令到我們能夠反思 能夠可以進步 下一步怎樣能夠積聚能量 能夠再衝上去 其實現在我們香港 也都面對相似的情況 所以變了來說 我覺得所有的逆境 其實也是我們將來的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而這個最重要的其中最基本的一個原則是什麼呢 你要相信中國那個未來的發展 是不是長遠成一來向上 如果這樣的話就不用擔心 等於好像現在這樣 你看到很多時候 現在的股票很低迷的 總之你明白 那間公司它們不會倒閉的 它一定將來會好的話 你現在這麼低迷買下去 就是最賺錢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 即是凡是經濟低迷 其實就是機會最好的時候 剛才我們討論了 美國這樣說 背後的目的是為什麽 其實它的具體是怎樣操作的 看回過往西方 對經濟上那種假的宣傳來說 其實是不停有的 我想還有一個香港很熟的例子 去看看就可以了 香港的匯率是跟美金掛鉤的 所以如果衝擊匯率來說 在97的時候見過了 對東南亞 然後對香港 對甚至中國 去到蘇聯 俄羅斯都會有 而這種做法來說 我記得古蹟很簡單 西方鼓勵自由經濟 所以索羅斯就去到東南亞做事 做的時候有三個方法 沽股票 沽外匯 加上衍生產品 但是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要做到信心危機 所以通過媒體去打擊一個市場 就是最終一個辦法 大家跟風 他就收稅走人 至於經濟有沒有問題 答案是 似是而非 可能有的 我為什麼把似是而非 說得很老實 大家覺得信呢 包括勇哥剛才提過的 彭教授所提過的 我覺得都是很明顯的 似是而非的情況 不是說彭教授有問題 不是說勇哥有問題 而是將現在媒體所說的 這件事我跟大家說一次 都覺得有問題 好了 我回去再看看 究竟近期的現象 又再怎樣出現 有一個很出名的基金大鱷 叫巴斯 它在過去幾年來 就今年也出現過的 就高姿態地衝擊港匯 甚至做完之後 就告訴大家 我用高金額高倍數 看香港會死的了 資金會外了 包括同一班什麼人 在一起 這個巴斯 這個巴斯是基金大鱷 廢話 他在2008年的時候 曾經贏過錢 之後另外 不停輸錢 未停過 不輸錢 這是什麼基金大鱷 媒體就把他帶了一頂很漂亮的帽 叫大鱷 好店 他和什麼人一起 就極右派班農 特朗普臨走的時候 班農就放了他走 和什麼人走在一起 郭文貴 三個人一起抱著肩膀拍照 實際上就是要衝擊港匯 而宣傳戰就是非常重要 他在說香港 咦 聯繫匯率受到干預 干預是政府做的 金管都做的 於是就會拋出美金 保護港元 最終見到整個香港銀行 體系裡面 港匯差不多沒有了 越來越少了 香港不行 此是而非 大家聽完就會相信 接著大家就會再存 但是在我金融界那麼久 見得到 什麼叫港元銀行 每個銀行的代表 放工的港元應該沒有線 對 如果有在的 就吃零息 沒有回報 放在金管的帳戶上 是沒有回報的時候 其實每個銀行家都不應該做 不過當你是零利率的時候 留在就留在 我就算放出市場也賺不到什麼息 那就有個結餘多一點 但是隨著利息上升 利率加的時候 沒有一個銀行 要將銀行戶口 坐過很大的金額在那裡 所以銀行戶口也會相對少的 香港銀行每日中間要做交收的 金管局有辦法 通過外衛基金票據等等的方法 隨時在日中就會增加 不過放工的餘暗會減少 這些就是專業人士說得到 不過用這些基金炒家 通過輿論就會說到 銀行結餘越來越少了 香港就快死了 這些身份 說多一次 班農 郭文貴 還有巴斯大鱷 所謂大鱷 通過什麼去報道呢 我看回原來離不開一些西方媒體 還有什麼媒體呢 屬於法輪功系列的大紀元 這些中文報道 通過這些自由媒體 不停在那裡說 說到似是而非 回應一下 剛剛大家所分享的 媒體上所說的 中國的貿易減少 增加到這麼高位 減少 是不是一個主要焦點呢 如果說年輕人的 18到25歲 25歲 我們的小朋友 正在讀大學 中國十年之間 由一百萬人生 去到一千萬 如果18到25歲的年齡層 說的是七倍八倍 就是差不多接近一億人 一億人在十年前要統計 他們沒有什麼做 今時今日讀書 沒有什麼特別呢 不過媒體不會這麼說的 他們將焦點不停在那裡討論 越討論就是中國經濟 越有問題 我們國家希望共同富裕 樓是拿來住的 所以我政策上去處理 長痛還是短痛呢 長遠中國已經脫貧 中國更加希望人民更加幸福 所以樓不是拿來炒是對的 但是樓有個不好處 在政策處理上呢 隨時會過了火位 樓價下跌 但是中國的政策 波的視 也都通過現在所說的 認防不認態 這些政策來說 中國是不停方法多於困難 但是西方媒體不會報導的 就以最新的一個例子 華為突破了科技 對這個商業上是絕對好事 西方媒體不會報導的 就是報導大陸做不到芯片 媒體上的報導 和金融戰轉化為媒體宣傳戰 已經成為今天美國主要的攻擊中國的方法 德韓文人 如果從文化角度 你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這麼多年 講到這些 劇時炸彈也好 講到中國威脅論 或者中國崩潰論也好 其實離不開幾件事情 就是 你會見到西方的文化 是他們著重於 就好像 我拿一個比喻 就好像西醫 他真的只是看著你的脈搏 看著你的血壓 看著你的血糖 那就決定一切 基本上 但是我們中醫不是 中醫是 你可以說得衰 叫做黑箱造業 但是我們真的 將整個國家去看成 就是他怎樣有反應 我們是望文文切 看他的反應如何 一時之間 血糖高了 不代表你真的會有事 一時之間 血壓高了 你可能需要休息 一時之間 你做什麼 你都可能有其他方法去解決 而不是就等於你有某種疾病 就是我舉了一個 可能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的例子 清朝的時候 有一個名醫 叫做葉天使 這個葉天使 他當時是對付 我們今天叫做糖尿病 當時叫做消化症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不需要用什麼藥 我給你一瓶水 這瓶水 這個是神仙瓶 你去到那個 三公里之外 那個泉水 然後喝了它 回來你就沒事了 如是者你要喝三十天 那些人就相信 於是就拿著一個瓶 進了一瓶水 跑來跑去三十天 結果後果就是 那些人發覺 身體好起來 為什麼 是不是真的神仙水有用 一民心 那個感覺就是 他純粹就是 要你去以為 那瓶神仙水有用 第二 就是你實際上做了運動 那個運動 其實才真是解決問題的方案 而不是真效用藥 就是我們 中國 去處理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你說是不是真的要用 很西方的利率去到哪裡 你的點點去到哪裡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 完全是不在這個框裡面的方法 都可以解決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 而最重要的 就是剛才我說 就是拿著一個瓶 你相信那裡是一個神仙泉 你相信那個神仙水 什麼呢 就是最重要的 其實是我們的安定 穩定 這個也是美國為什麼 每天都在製造一個 就是中國很恐怖的 諸如此類 你快崩潰快要散 原因就是因為 要你民心散 你民心不散的 他沒有辦法弄壞你 他知道你還有很多 其他框外的方法 去處理你的經濟 去處理你的國家 所以他唯一能夠倒壞你的 就是你的民心 只要你的民心一散 你以為自己死定了 沒有了 就是等於 有一個 可能是不是那麼好的醫生 跟你說你只剩兩人命 那你信他不信他 現在美國就是那個醫生 他就告訴你 你只剩兩天命 你沒有了 中國崩潰輪 你兩天命就剩下 你就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兩個之後你沒有死 於是就計時炸彈輪 就是 三個月後你就死了 三個月後你又沒有死 那怎麼辦呢 他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死 他一直都希望你死 只要他嚇到你害怕 老老實實 心病還衰心若異 你害怕起來的時候 真是弱石無靈 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 最難控制的 就是公共秩序 在一個國家裡面 公共秩序一散的話 一亂的話 你整個國家你沒得玩的 現在他就是要挽亂你的心 挽亂你的公共秩序 挽亂你的人民 對政府的信任 只要你對政府不信任 我不是說 當然大家可能在我開玩笑 大家都知道 信政府沒事的嗎 不是叫大家這麼荒謬地信 而是你知道他在做事 你看得出的 不是叫你盲目信 問題就是 美國就是要你不信 不信之餘還要你反他 要你去幫他一手做龍女雞 反他 造反 這個才是最討厭的 他們自己 就是用這個去管治他們自己 你看看拜登在自己的國內 做多少這種手段 做多少這種事情 為的就是 只要你亂 只要你人心 是覺得害怕的 你自然就會抱著你的腳 他就變成你的救星 所以當他們在說 你看看我們中國 不公佈的數字 那數字又不見了 他們自己都是這樣的 譬如CDC 我講的是疾控中心 美國疾控中心 他們在新冠發炎的時候 都有一大段時間 不報了 報來做什麼 他亂了 當他真的亂的時候 又或者當他真的手忙腳亂的時候 他要做事的時候 他當然是不報了 我們中國都有我們自己 手忙腳亂的時候 都有自己麻煩的時候 他做到七手八臂 要預備團連飯的時候 他都說 兒子你不要進來搞我 你出去做事 你出去玩 情況一模一樣 那你為什麼說 媽媽現在做到哪裡 煮到第幾碗飯 吃不吃得 你不會這樣問的 所有這些事情 你都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位置 大家都拿著對方的藥行 去發大 美國拿著我們 真是因為人太多 做到手忙腳亂 要很趕很急 所以只要你一亂 中國最忌的就是亂 只要你一亂 他就贏 他就要用這個 美國反過來 就太多數據 出來了 他沒得玩了 所以他唯有就是 令到每一個州都亂 不要忘記 美國是聯邦政府 什麼意思 你那個州 和我那個州 只要我那個州沒有事 你那個州怎麼死 其實沒有所謂 我不太介意 中國不是 那麼多個省 我們事大一個省死 其實一呼百應 大家一起要幫忙 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情況 我們正正就好像中醫所說 五臟六虎 個個都是互相幫助 互相補足的 美國不是 是砌積木 這塊沒有了 你就獨立 你散出去你就散 他們大有獨立的本錢 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是一體的 美國說中國的經濟 是一個計時炸彈 不過他漏了一件事 就是到底是在你那裏爆 還是在我那裏爆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